主料,猪蹄800克,辅料,葱,姜,干辣椒,八角,桂皮,料酒,老抽,冰糖,盐,红腐乳,腐乳汁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猪蹄清洗干净,后冷水下锅桌一下,桌的时候加生姜和料酒,桌是雪末的猪蹄,用冷水冲洗干净。 3块红腐薯碾碎,加3汤匙腐乳汁半均匀,葱切段,将鞋片,锅中放少许油,放入猪蹄炒至微黄,放入葱姜干辣椒炒出香味,倒入腐乳汁半炒均匀,将猪蹄转移至电压力锅内,加入刚刚没过猪蹄的汤水,再加八角一颗,桂皮一片,几颗冰糖,两糖吃老抽,关上盖子选择提金选项, 等压力锅排气结束后,将猪蹄和汤挡入锅中,根据味道将适量的盐,大火手感汤汁即可,烹饪技巧。 一,如果猪蹄上有味刮干净的毛,请在猪好水之后用面子拔掉,这个时候猪毛非常容易去除,二因为各品牌的腐乳鲜度都有所不同,请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用量。 三,如果没有压力锅,可以直接用炒锅小火炖煮,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左右。 四,加入适量的老抽,可以使颜色更漂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